欢迎再回到醒发现场 世博台湾馆真亮丽 那么这次世博台湾馆的领航员 也是非常的美丽大方 那么我们今天就要请他们好好来介绍 我们世博台湾馆 那么世博台湾馆已经开幕了 那么那边的现场非常的热烈热闹 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中的几位 都是因为还有学业或各方面 所以没有办法恭逢其盛 不过你们很快就要过去了 要不要讲一讲这次台湾馆开幕了 反应非常好 好多人排队 你们有没有听到你们的一些 同批的领航员跟你们分享过程是如何 来 许妮先讲 其实在开幕那一天 就大家都很兴奋 因为其实大家都期待很久 而且我们也准备很久了 然后看到盛患空前的排队人潮 我们真的觉得 哇 台湾真的很棒 而且据说就是所有的贵宾旅客 他们都觉得台湾馆真的非常的让人惊艳 然后他们都觉得 来到世博会一定要来台湾馆参观 好 亚群 那些在那边的亲善旅航员跟我说就是 真的是非常多人 然后非常热烈非常受到欢迎 然后一天差不多4000张的预约券 一下就预约完毕 那他们虽然非常累 可是也非常的感到骄傲说可以介绍台湾这样 很累啊 那他们有跟你说大部分人问了些什么问题 大部分人都是对台湾啊 吃的东西比较好奇 是的 听见了 其实我们比较特别是 其实他们领航员们都是能歌上舞 然后多彩多艺 所以就是他们会现场唱台语歌给 就是观众听 或者是现场分享台湾人的故事 台湾人的热情给他们 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 那下面我就要考一考你们 究竟我们这次世博的馆里面 有些什么样的一些好玩 好吃 好看的地方 来 先从一楼介绍 要去 亚群 台湾在 台湾馆在一楼的时候 就是有城市光郎 那先有台湾之窗 进去的时候就会有林志玲啊 王志刚董事长啊 这影片在跟大家说哈喽 那到城市光郎的时候 会有亲善的领航员 就是奉上热茶给你们 嗯 所以到台湾馆先喝茶 那么事实上我们知道 很多人都在排队 都进不了 每一天只有几千个人 可以进到台湾馆 所以我们的关口真是有福气 虽然你在台湾没有花几票钱 不如可以去参观 好 一楼是这样 二楼来介绍一下 二楼是一个点灯的水台 然后在那个天灯的下面的话 是我们有来自就是东太平洋 和日月潭的水 然后呢 那你就会有一个 就是每一个旅客的贵宾都可以选择 自己想要的祈福语 然后触碰它之后 那个天灯就会燃燃的上升 对 我今天有看到新闻讲到说 我们有一些企业家 今天有去参观像郭台铭啊什么 还有导演侯孝贤都有去参观嘛 在那边祈福 来 婷俊你能不能介绍 我们的四楼五楼 三楼 我们比较特别的是五楼全天宇 七百二十字度全天宇的球目剧场 因为它是一个很特别的 4D特效的一个剧场 那在里面呢 你可以轻声地感受到水的声音 然后风呢 轻浮在你脸上的感觉 并且呢你在现场就可以闻到花香 听到来自台湾的蟲鸣鸟叫声等等 非常的有生力其境的感觉 嗯 太好了 那我想我们能够有机会去 不管一楼二楼三楼的时候都可以感受 那我下面还要考一下他们 因为这个听说当领航员 经过非常严格的训练 让他们这个多财多赢能歌善舞 先问会不会跳舞 来 姚军你会跳舞 不会跳舞 不过会变魔术 变魔术啊 好厉害啊 也是在这次学的吗 没有 原本就兴趣 所以如果客人想要的话 你可以变给他看 来 姚军你要不要唱首歌给我们听一听 我们考考看你会不会唱什么歌 我会唱 因为很多贵宾会觉得台湾阿里山很美 然后他们会想要听我们唱 所以我们都会唱 阿里山的姑娘 美如水呀 阿里山的少年 壮如山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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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耀晴你要帮我们唱的时候有什么歌啊 他们其实对台湾五百 这种很台的精神非常喜欢 我们就唱一首五百的 你是我的花朵 OK 哦哦哦哦 你是我的花朵 我要抱护你 插在我心中 哦哦哦哦 你是我的花朵 然后这样子就唱 就唱最好 有没有台语歌啊 来 婷娟唱首台语的吧 那我就来唱就是阿麦田教我的四季宏 OK OK 春天火头真旁 夏朗金头在天堂 有话想没对你讲 不在糖尿糖 嗯 不错 来 来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 那么可见呢 我们的世博馆的这些礼含也都很厉害 多才多艺能歌善舞那么还会变魔术 如果我们的观众到了这个上海台湾馆的话 应该可以感受到你们的很多的语言 然后很多的才艺 还有很亲切的态度 因为我想对你们来讲 你还原来就是一个台湾的窗户对不对 就是用台湾来展现出你们的亲切 那想要问一下你们在训练的时候 是不是有训练你们去面对各种很怪的观众 疑难杂症 应该怎么去面对来听见 其实很重要的是对于顾客 应该说对于来宾各世界各国来的贵宾 他们有一些文化上的不同 那我们必须就他们的文化上的不同 给他们那样子的招待 让他们有兵质如归的感觉 那宥群呢 刚刚讲到培训嘛 那除了刚刚婷券讲的 那我们对于顾客 顾客可能有什么紧急的意外啊 什么应变力都是需要培养 我们上课的时候有应变力的训练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小小的短句 然后对 讲来听听 例如说我们如果像是我是八月去的 所以那时候上海可能很热 然后排队的民众可能就会 有点心服气躁 所以我们就可能要用同理心的方式 然后对待他们 然后在上课的时候 我们也有实地的演练跟操作 那如果有人来给你们要钱啊 或给你要电话号码怎么办 我们可能会适度的拒绝 真的啊 怎么做 我们会说就是很开心你来台湾馆 然后很开心跟你做朋友 希望你可以常常来台湾馆餐馆 不行啊 做朋友要你的email给我啊 或电话号码给我怎么办 那我应该会说 因为现在就工作可能不行 但是我可以跟你合照 然后就是可以 可以跟人家合照 那倒是比较简单 合照完他就要请你签名 对不对 签名应该是没有问题吧 留电话 嗯 那我们可能会给他台湾馆的电话 让他每天都能打来问一下 台湾馆现在营业的状况等等 欸 聪明聪明啊 这倒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那有没有好像遇到 你刚刚提到说 如果一旦游客发生意外 你们要怎么处理 首先当然就是要先就是 紧急就是要镇定自己的心情 然后要疏散群众 不要就是 就是稳固住整个群众的心情 不然就是 整个群众都乱掉的话 整个场面会更可怕 其实我们那个住管 有住管的医护人员 所以在安全上跟健康上的顾虑 是很OK的 就是你们要负责提报 有状况的话要提报吗 我们也有医学系的学生 真的吗 对啊 所以有医学系的领航员 台湾馆大学 台湾馆大学 那你是那个运输航空管理的 你这个领航员要怎么样来扮演的角色 我是服务管理 所以我们就是有一些服务的训练的话 我就可以比较擅长 对这是我的领域 OK 太好了 那我们要休息一下进行一下广告 稍微来继续讨论